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她的季姐姐们去参加舞会了 她却一个人待在家里 我也很想去参加舞会 灰姑娘擦掉了眼泪 我不能觉得自己很可怜 她说 我有很多活要干 灰姑娘拿起抹布和水桶 她跪在地上 她开始擦地 灰姑娘听到了什么声音 那是什么声音 她响 她跑了出去 喷泉边有个小小的女人 她的翅膀闪闪发光 哎呀 她说 我全身湿透了 灰姑娘大吃一惊 您是谁 我是你的仙女 那女人说 她站起来拍打着翅膀 仙女飞向灰姑娘 我是来看你的 她说 我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灰姑娘惊讶地瞪着眼睛 突然她大哭了起来 宝贝 仙女说 怎么了 告诉我 我过得不好 灰姑娘说 我的生活糟透了 我干活 干活 又干活 今晚 你想去舞会 仙女说 灰姑娘抽泣着 是的 但是 仙女笑了 那你就去吧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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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